有了环境之后我们就需要去正式的讲什么是面向对象 当然我们要会结合概念和代码一块来演示 好我们先看下目录 第一个我们要先简单的看一下概念 就是我们这是照顾一下初学前端的同学 可能对面向对象概念不是特别的了解 或者说之前从来没有听过 只是写脚本写网页 这个不会花大长时间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重点讲三要素 这块我觉得是面向对象最核心的地方 就是如果是你对这个集成封状状态了解的很清楚的话 那面向对象这一节基本上你就不用看了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是你只是从来就做那个GS 没有做过Java Csharp这种后段开发的话 我相信这个三要素你不会理解的很清楚 没关系我们会在这一节详细的讲一下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GS的应用举例 就是我们看一下说面向对象面向对象 我在快速过程中我也没有怎么用过 到底什么是面向对象 你讲了这么多概念 讲了这么多什么要素 怎么用的到底 然后我们就看一个最实际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那个JQuery的例子 最后我们要说一下面向对象的意义 就是说面向对象这个词 大家可能只要是做程序员做开发的都听 无论是你用也好不用也好 可能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 可能是耳朵上都听起了简子了 至少上学的时候老师会跟你说很多很多遍 那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可能会很少有人来告诉你 那我们这一节就简单的分析一下 好我们先说一下概念 就是面向对象 它至少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类 第二个是对象 就是我们也可以叫实力 我们按着来看 类呢 相当于就是一个模板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person的类 classperson 它就是一个模板 我可以通过这个模板的实力化很多对象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好理解的 对吧 就跟我们之前那个ES5的这个构道函数一样 那你看我们这儿 classperson就是把person作为一个模板 一个类 然后它这个构道函数里面 这是个构道函数 就是说我们出色化的时候需要传什么东西 这是它定义的 我们需要传name和age 就是说这个人啊 它肯定有名字和年龄 对不对 这两个呢就是this点什么 this点什么 这两个呢就是它的两个属性 属性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个特性 一个对象的一个特性 只能说叫特性 这个地方不是那么好 用语言去解释啊 只能去用代码去解释 name和age写好之后呢 人还有很多很多动作 对不对 它可以很多动作 它打人了 骂人了 吃饭了 说话了 对吧 那我们就简单列举几个啊 eat就是它的一个动作 对吧 然后动作的行为呢 我们就是alot一个东西 然后speak也是一个动作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类里面 或在模板里面 我们分成两个 第一个叫属性 属性一般都是静态的一些值 像自无刷的值啊 数字的值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 除了属性之外 还有函数 函数或者方法都行 函数或者方法 那就是一个动作 它里面要执行一些逻辑 就是跟我们js函数是一样的 好 这是这个类 对吧 然后接下来对象 大家看我可以通过这个类 初始化或者实力化 很多个对象 咱们这只写两个啊 然后我let章等于 这个复制成 不是等于啊 应该叫复制成 let章复制成 new process啊 就是这个 我new一个实力 对吧 然后我把这个章和20传进去 20就是年龄嘛 然后这个章就可以吃饭 可以说话 对吧 然后let王的new process 我把这个王和21传进去 这个王也可以吃饭 也可以说话 好 这就是我们的名义对象 概念解释里面 最简单的两个例子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代码 给演示一下 我们就做这个开发环境吧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之后重新写啊 就是这个src里面 index.js 好 然后我们 这个命令行中 我们就是一直运行着 一直监听着这个文件变化 所以说我们也不用动了 我们只需要写代码就行了 好 class person 好 根据我们PPT的内容哈 constructor name age 然后list.name复制成 name list.age复制成 age对吧 好 eat就是这个吃饭的这个动作啊 然后我们alert一个什么呢 alert 我们把这个list.name给打出来 就是谁 eat sumson 在吃东西啊 然后speak 就是alert 说话嘛 对吧 alert my my name is什么 把这个名字给打出来 然后 age 把这个年龄给他 打出来 ok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对象就出现完了 对吧 然后我们要出示范几个实例 就是 let's 张 复制成 new person 然后把这个姓名给他传进去 因为这个kiz 张一套 这个过渡函数需要传什么 名字和年龄 对吧 20岁 然后下面let's 王 复制成 new person 然后把这个王传进去 21岁 都比较年轻啊 然后张 可以eat 对吧 张可以 speak 当然王也可以 eat 王也可以 speak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保存啊 我们只要一保存 那根据我们之前的开发环境的这个规则 我们只要要么一保存 这个 email就会重新加载 对吧 就会运行我这个代码 我们看一下保存 好 大家看 张 eat samson my name is 张 h 20 王 eat samson my name is 王 eat age 21 好 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我们这个代码真正的运行起来 真正的跑起来 这就是我们 PVT里面 代码的演示 大家可以跟着来做一遍 就是用之前的开发环境做就行